好,來看這一局啊,美能一小塊地 這一局小塊地呢,我們隨即到個小盟軍 然後我發現中間有一個香菠菠的油田,對吧 我們準備去佔領啊,你看那個藍色 那個藍色明顯分不清楚形式,對吧 中間有個香菠菠的油田,他不去佔 其實他那個位置呢,離得近了 他不去佔,他要延伸到紫色家去 然後紫色打了一個夢啊,心裡想中間有油田 你不佔,你延伸到我家裡來,對吧 那我就把他佔了 結果他延伸到紫色家裡去,還不一定整得死紫色呀 我們再造一個漏人過來,讓他把地毛放在家裡 放在家裡以後,他就整不死這個紫色了 這個紫色呢,就兩個地毛守住了,對吧 又出了美國大兵,這樣這個藍色就廢了 所以說呢,你開局要觀察一下全場局勢,對吧 他把基地賣了,結果還沒賣出漏人 他本來想賣出漏人,把油田占了,自爆 這樣藍色就廢了啊 藍色直接沒了,這下紫色拿了兩個油田 這個紫色呢,會不會感謝我呢 有可能也是龍虎雨蛇,對吧 我一個漏人救了他,對吧 讓他把地寶放在上面 先不管這邊啊,先看看這邊 先準備整這個橙皇色 橙皇色在跟小紅搶地盤 但是他這個兵太多了 這個兵太多了,我就算搶到了橙皇色家裡的油田呢 估計也守不住,對吧 他兵太多了,我們還是搶這個紫色的油田 把這個兵壓掉,壓掉以後他甩了個地寶,對吧 沒有用,我們直接用坦克打地寶就行了 我有維修車,可以邊打邊修 這個紫色直接受不了流降 哦,他上面是個法國,你看 那個法國直接甩了個大炮 紫色直接沒了啊 但是這個下面還有三家 還有三家了,我們還是先打鄰居啊 這個鄰居搶地盤,造了這麼多兵 直接走過來,壓過來,嘎嘣吹 把這個東元兵給他壓死,對吧 把美國大兵壓死,壓死以後 把他的油田摸過來 摸過來以後呢 在這裡甩一個地寶 偷了這個油田,一定要把這個油田守住 但是這個中間的礦採不了 他有個大炮啊 把牛車鎖回來 把中間礦場賣掉 然後再打掉礦場,壓掉他美國大兵 他想抖我的油田自爆,壓死漏人 然後打掉基地 把這片礦守住啊 他又出了個漏人 直接甩個地寶,打死漏人 他想佔了這個油田自爆 怎麼可能 油田被我佔了 肯定他是搶不回去的啊 然後這樣成黃色就沒了 我們有兩塊地盤 下面的小綠也有兩塊地盤 他也把鄰居帶走了 這邊還有一個法國 這個法國的巨炮呢 往上面延伸 有可能想造到我家裡來唷 而且他的巨炮強制攻擊地面 你看到沒有 他本來可以打那個綠色的重工 他不打 他強制攻擊地面 好像他們兩個人要聯手了 對吧 既然他們兩個人要聯手了 我們就準備打兩家了 他那個巨炮強制攻擊地面 你看到沒有 他可以打得到那個重工 他不打 因為他感覺我發展的比較好 我有三個油田,四個牛 然後他們要聯手的話 我們就先打小綠 打那個法國不好打 先打小綠 直接把坦克走過來 把坦克吸引到上面 然後聲東擊西 這邊拐過來 把他重工摸走 摸走了以後 直接賣掉 摸走他的重工 這樣他發展就慢一點 他的坦克就沒我多了 等他重新造個重工 我的坦克就比他多 他也有一點光 開始造東元兵了 你看到沒有 這個飛熊坦克最害怕的就是 犀牛坦克配合東元兵了 所以說我們趕快在門口多擺幾個地堡 再出一個防空了 這個法國有一個飛行員 出一個防空 我們準備造高科技先 造高科技有一個好處 可以造光陵坦克 應對這個小綠 也可以造船廠造航空母艦 應對那個法國把巨炮造上來 那個法國巨炮等下就要上來 趕快出個高科技 造個光陵造個船廠先 然後這個小綠造了這麼多兵 要衝了對吧 我把隊形擺好了 我有三個地堡 然後這個彈蘭社又想來偷我 偷我的油田甩個地堡 打死漏人 這個油田不能被他偷我 因為他手裡拿著巨炮 偷了油田他馬上甩巨炮 我直接在這裡先照顧船廠 這個船廠一定要放這邊 不要放到小綠家 因為小綠的 我感覺我用坦克可以打下他 因為我有光陵坦克對吧 光陵坦克戳他兩下 他就受不了 必須衝 不從光陵坦克慢慢戳 他一衝進來 我掐住他的頭 甩三個地堡 這樣他坦克一衝進來 你看瞬間就死光了 然後直接把他帶走 這邊呢 這個彈蘭社又要來偷油田 完了這油田被他偷了 一偷了以後呢 他馬上甩一個巨炮 甩一個巨炮 要打我對吧 趕快打爆油田 油田一爆就把他巨炮炸了 然後我們在這裡出海軍 準備造航空母艦 對付法國巨炮 就是用航母應對 不要用坦克充 用坦克充比較吃灰 我就造航母就行了 我這邊先造一個神盾 防止他飛行運過來 造一個神盾防空 然後用航空母艦炸 他怎麼辦 他延伸不上來了 就算延伸上來了 我們可以把基地拖到下面來對吧 這個下面還有兩塊地盤 直接避開他的巨炮就行了 你不出來 我就用航空母艦慢慢炸 但是這個航母啊 一艘沒什麼戰鬥力 你看到沒有 一艘航母連個框場都炸不爆 如果是導彈船呢 就是一炮一個 這個航母一定要數量多 最少要有三艘 有的三艘就有戰鬥鏈 我有的兩艘就可以炸爆他的框場 炸爆他的兵營跟巨炮對吧 然後呢我們提前造幾個海豚啊 為什麼呢 因為他看到我有航母 他等一下會在這裡造船場對吧 我提前造幾個海豚 他出船場呢 就直接用海豚打掉他的船場 這樣的話呢 他就解決不了我這個航母 我有神盾有海豚 這個航母他解決不了 怎麼辦呢 你看他出了高科技 出了高科技 要造船場出海豚對吧 然後你的坦克就沒我多了 你造高科技造巨炮 坦克沒我多 還敢佔領中間的位置 直接走過來掐住他的頭 把中間的地盤給他守住 然後在這邊出過船場 在這邊再出兩個航母對吧 把他門口的巨炮全部打掉 用航空母艦打巨炮 打了巨炮坦克就可以上了 他直接受不了投降 好 再給大家帶來一局團戰3v3了 這個地圖叫做埃及之旅 也是一個經典的3v3地圖 這個地圖可以打3v3 1v1 2v2都可以 然後這個房主開了一個3v3 我們進來玩一下 我們三個人都是選了蘇菌 因為對面三個人也選了蘇菌對吧 先用狗咬死他 守住地圖 不要讓他看到我家 然後呢我們再造一點動員兵 打這個3v3呢 6個人都是蘇菌 一定要造點動員兵 這個動員兵呢 可以守住他的狗 不讓他跑開我家的視野對吧 還可以守住他的蜘蛛 等下他的蜘蛛要走這裡過來 裝我的牛 我把這個大兵站在這個路口 他蜘蛛就過不來了 然後我們這條狗拐進來 探一下視野 他沒有守住對吧 被我跑開的視野 我們再走到上面去 幫隊友跑開對面的人 把他們家全部跑開 這三個人呢 打的還可以啊 感覺都是挺會玩的 但是這一盤呢 我的隊友也玩的還可以啊 反正大家雙方都會玩 我們照這個蜘蛛呢 看看能不能溜進去 你看他的大兵停在這裡 對吧 好像有個縫隙 先用大兵吸收一下子彈 蜘蛛就可以溜進來了 溜進來準備鑽他的牛車 然後拐一個彎 他這個牛車要倒框對吧 結果呢那裡黑影的沒看見 其實他的蜘蛛呢 鎖定了我的牛車 鎖定我的牛車被他點死了 對吧 點死的沒關係 但是這個黃色採我的框 你看上面的藍色的框 你不採 採我的框對吧 把我的採色框吃光了 沒辦法 他送我的後友 然後我們準備過來打這個 淡淡社 他那個牛車還被我鑽了 你看被我鑽了以後 他要造維修制的時候 他比較卡錢 牛車爆了 牛車爆了 我的隊友又鑽了他一個牛 然後我來了一個坦克 哎呦這個淡淡社 瞬間就炸了對吧 他爆了一個牛 然後又要爆一個牛 你看他們又爆了兩個牛 還有低旋直接轟爆他 這爆了兩個牛的話 那是誰來他也守不住了 這個大藍色基本上就守不住我了 但是看看他的隊友 他的隊友好像玩來可以 那個綠色 那個左上角的綠色 好像把我藍色隊友的牛車也鑽了 我們先延伸到這個小島上面來 採這個小島的框 家裡的框就不要採了 因為家裡的框要留給黃色 不然的話黃色在那個位置沒有框 這個三為三就是這樣 一定要把框分配好 對吧 我們準備採小島的框 然後這邊大藍色三個坦克 敢頂我四個坦克 你守不住的呀 你牛車爆的呀 他沒有錢了 坦克出不來對吧 然後我們直接準備把他帶走 但是他有隊友 他的隊友一直下來救他 你看到沒有 這個紫色玩的還可以 這個紫色來了一個輻射 又來了三個坦克保護他 我的隊友呢 我的隊友藍色在跟綠色打 但是這個小黃在幹什麼 小黃趕快去壓制一下對面 壓制一下那個紫色 不要讓那個紫色救這個淡藍色 我準備把這個淡藍色帶走 但是我的隊友呢 他不去打 他在家裡玩起來了 他在家裡造帖幕 也不壓制下這個紫色 不親自下這個紫色 你看紫色一直來救他 對吧 這怎麼辦呢 我一個人打他 他老是來幫忙 這沒有辦法 我只能一個人打兩個人 這個黃色在家裡出超級武器 他也不進攻 你趕快牽制下紫色 讓紫色回去行不行 我們就不用造超級武器了 我們直接造重攻 不要他造的超級武器 我們就不要造 因為打這個3v3 大家不要全部造超武 有一個人造就行了 然後我們直接衝過來 衝過來打這個淡藍色 淡藍色爆了兩牛 沒有錢了 守不住了 然後紫色又下來救他 我的隊友也不牽制 不牽制的話 我們就只能自己上了 自己直接一個打兩個 先把這個紫色的坦克先給他點掉 這個紫色你看 你下來救 你的坦克也送光了 然後我們走上來 準備打紫色 這個時候我發現藍色過來了 這個藍色好像 好像家裡打贏了 藍色我的隊友終於過來了 這個藍色過來 小綠就下來幫忙了 但是 哎呦 這個我的隊友給我掏了一波鐵木 你看我的隊友小黃 我的隊友小黃在家裡玩起來了 他不進攻 他在家裡憋鐵木 憋核彈 然後一直照蜘蛛過來幫忙 這樣紫色就廢了 其實這個紫色打來也可以 但是他下面的隊友炸了 下面的隊友被我打爆了兩個牛 他起不來了 然後就剩一個小綠了 這個小綠一個人 肯定是守不住的 對吧 這小綠一個人出了一個鐵木 有什麼用 我們有三家 但是我這個黃色隊友他不來 他在家裡憋核彈 玩起來了 玩發力輔銷對吧 那個藍色呢 我們只能我們兩個人進攻 我們兩個人分開走 不能等他的鐵木好啊 因為綠色有鐵木 等一下他鐵木要好 我直接打他的核電場 然後給藍色一個信標告訴他 你趕快打上面 你上來呀 這個小綠防守核電場 你打他中攻啊 對呀 我就這樣牽制一下他就行了呀 你再厲害 你雙拳難敵 六手對吧 我們六個人六隻手 三個人六隻手對吧 你再怎麼樣你也守不住 還不投降 直接把你核電場一打 他沒有電了 鐵木好了他也沒有電 用不了 然後我跟藍色兩個人抱在一起 直接帶走啊 這小黃都玩起來了你看